其实一直很羡慕都拉A梦里边的大雄,明明自己其实是个屌丝,却娶到了静香这样漂亮又温柔的老婆,感觉她能够和静香结婚,真的不知道是几辈子修来的福粉。 不过,在多拉A梦的故事里,大雄心里可是一点都没有避数,除了静香,还曾经对别的妹子动过心,甚至还歪歪过她们会和自己在一起。 第一位妹子的名字,叫花贺孝子,家里非常有钱,住在一栋很大的房子里,从小就学习钢琴什么的,本身一头短发,感觉和静香比起来,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美。 她在长大以后成为了大雄的同事,大雄还歪歪长大了之后,在办公室和她暧昧什么的,因为用了多拉A梦的秘密道具,大雄知道了她家在哪里,所以还溜去看过她弹钢琴,不得不说是一个非常知性非常美丽的妹子。 第二位妹子的名字,叫月行元代,是大雄在高中时候的同学。 大雄一直歪歪人家暗恋自己,感觉也真是心里没点数了。 小学的时候,月行元代妹子,在大雄她们隔壁学校读书,倒是早就听说过大雄的大名了,不过倒不是什么好名声,而是大雄曾经多次打破十道和考零分的记录。